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期我和春莫注意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期要讲的主题是 华为孟晚舟事件 政治施压 不能代替法庭抗辩 在1月29日 中国副总理刘鹤 率领谈判代表团 刚刚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一个小时 当时有 美国司法部的处理部长 国土安全部的部长 商务部部长 以及联邦调查局 FBI的局长 四部门的高官 总共11个官员 出席了一个联合记者招待会 以史无前例的声势 来到去发表了 由纽约联邦地方法院 和西雅图联邦地方法院 所提出对华为 孟晚舟的 总共23条控罪 这个时机的选择 以及这样的大阵仗 一时间 就成为了世界舆论的焦点 所以 众所周知 在去年的12月1日 孟晚舟 在加拿大 温哥华机场 被加拿大政府 根据这个美国政府 所提出的引渡要求 加以拘捕之后 在12月7、8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就紧急召见加拿大和美国的驻华大使 进行强烈的抗议 和严正交涉 就提出 性质极其严重 效果 极为深远 所以在那时候 进行一个外交上的施压 接着 《环球时报》等 中国内地的舆论 铺天盖地 对加拿大和美国政府 针对华为的行为 进行了口诛不伐 没多久 中国也分别 去逮捕了 两个加拿大的公民 另外将一个原本 判了15年的加拿大的毒法 改判为死刑 所以外交的抗议 舆论的围剿 和人质手段 全部出齐了 结果引来 1月29日 美国三个部门 加上联邦调查局 11个高官 联合记者招待会 公布对华为万万洲的 23条控罪 这样的震撼场面 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大家要分析 尽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说要敦促美国 不要沿着错误的道路 越走越远 和敦促美国政府 不要提出正式的引渡要求 但是稍微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局势到了今天 将功没有回头转 美国政府 引渡孟晚舟 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不能转换了 所以现在 从华为公司的立场也好 孟晚舟个人也好 包括中国政府也好 已经要清晰地 看得到这个形势的发展 因为美国政府 它本身 是讲一个所谓的司法独立 既然由美国的司法部门 提出了23条控罪 当然它在起诉书里面 也有23条控罪 相应的 事实的依据 现在来说 如果你中国政府也好 华为公司也好 孟晚舟也好 不去针对那23条控罪 所提出的事实 加以澄清 加以反驳 加以否定 而是人家是真的 證據确凿的话 你变得很难去脱身 所以我觉得 在现在这个时候来说 应该是头脑冷静 这个华为公司 你既然一再声明 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是公正的 相信美国的法庭一定会 这个华为和孟晚舟的清白 那就要做好这方面 扎扎实实实的工作 首先来说 我建议 可以在香港 密切一个在国际上知名的 排名比较靠前的 这些法律团队 因为香港的这些法律团队 既熟悉国际法 又容易和华为和中国方面去沟通 另外也是和美国的法律团队里面 有着一个深厚的人脈的关系 所以就由香港一队的律师的团队 去代表华为 然后去密释美国的合作伙伴 又由香港美国的律师团队 合作之后 根据美国纽约和西雅图 那两个联邦地方法院所提出的23条控罪 就去查询一下里面来说 看看这一类的控罪 在历史上 美国有哪些决出的律师 那个打性的记录是比较多 这个获胜机会比较高 然后在这里面 再组一个强大的律师团 来进行为华为和孟晚舟 进行法庭上的抗辩 针对那23条控罪的事实里面 提出他们自己 华为和孟晚舟方面的根据 能够去否定的就否定 能够去澄清的就澄清 能够减轻的就减轻 到头来来说 在争取一个法庭上 得到一个大陪审团 他们的公正结论 然后里面脱罪 或者是把控罪由23项 减少到只有十多项 或者是只有几项 当然最好的结果就是全部推翻 所以说 现在华为和孟晚舟 乃至中国政府都应该将主要的时间精力 放在法庭抗辩上 组织好强劲的法律团队 来进行一个在法庭方面的抗辩 这个才是正路 任何什么搞政治上的施压 外交里面的抗议 甚至乎 发动网民来说 铺天盖地 发出义和团式的叫嚣 甚至乎里面 再里面逐多两件的人质 这些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只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损害华为公司的形象 所以我认为 在现在 应该要丢掉幻想 准备抗辩 这才是唯一的正路 不要再去指议其他的邪门歪道 这件事我们要记住 现在的大环境是什么呢 大环境 你看一下 在美国宣布 检控华为孟晚舟23宗罪之前 索罗斯在达旭斯论坛里面 提到习近平是自由世界最大的敌人 接着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 又公开在联合国安利会会议上 指责中国 无耻地去支持 委内瑞拉前总统马道罗 他就用前总统来说 至委内瑞拉人民的死活于不顾 接着到现在 以一个这么强大的阵容 宣布对华为 孟晚舟的控罪 所以这个证明了什么问题 证明了就是 中美之间 在华为孟晚舟方面的冲突 除了本身是一个司法问题之外 另外 反映到两个国家之间的道路之争 文明之争 所以我们也是有必要去进行一个反思 就说 比如去年 中国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地高调去推崇 主张阶级斗争 无层级专政 暴力革命 世界革命 私有制的 共产党书言 发表170周年 以及纪念马克思 诞生200周年 在全世界 除了中国 北朝鲜 古巴 几个国家之外 其他绝大部分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石 面对我们的内地文宣系统 所谓消灭私有制 这些鼓吹 他们是否会感觉到 中国的终极价观 对他们形成威胁 所以说 在内地的民营企业 现在是撑起了国民经济大半半天的时候 你去鼓吹消灭私有制的东西 亦都难以做到长治久安 所以我觉得 综合而言 不要只是孤立地看一个 美国今次针对华为、孟晚舟 应该要从一个终极价值观方面 去做一个反思 这样能够做到对内是长治久安 对外是和平共处 这样才是正正式式 令到我们的强国之路 能够顺利地 妥当地继续走下去 多谢各位